请揭幕 2月27号 联恒台湾通史易著本简体版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 发布会上 联亚唐先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联慧欣致辞 并宣读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联战的贺信 他介绍 台湾通史易著本简体版由两岸专家学者共同完成 并由福建省敏台历史文化研究院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出版发行 当时我们2021年的时候 双方都意识到了说这个台湾通史已经100岁了 但是没有人帮他做注解 因为他又是文言文的形式 所以刚好就对于现代人来讲不但读起来有困难 在台湾方面呢更给了执政党一个借口 所以要把他给从课本里面可以去 我杀掉 所以我们就不约而同的 那个时候就两边都想同时要做一个译本 我们这次组一个团队 然后就大家分工合作 把他翻过来了 现代汉语这样子就是比较通顺的语言 年轻包括年轻人能够看懂的语言 然后就是说包括一些史实的校正 这方面我们是下了一些恨 池源池海那些书我自己都翻烂了 然后而且就是说找到最适合这个文中的意识的东西 来把它换上去 我觉得是比较成功的一个势力 就两个学者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台湾通史是台湾著名爱国诗人和史学家连恒所著的文言纪传体通史 首次完整继续了台湾从隋代至1895年被日本窃据期间1290年的历史 以确凿史实证明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林慧欣指出民进党不断推动去中国化台独教育危害很大 把台湾通史翻成白话文更便于大众阅读传播 很有必要也十分重要 当天 明台历史文化研究院与台湾南天书局合作出版繁体版签约仪式同步举行 台湾南天书局负责人表示 新书发布对于驳斥台独谬论 增进台湾民众 特别是青少年对台湾历史原流和归属的正确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编辑团队非常的用心将转译白话文的过程中 将这种典雅一样的传承到了白话文的版本上面 那在拜读完这份文本之后呢 我们内心很有感触 我们就希望说将繁体跟简体的译著版本共同出版 推向年轻人 让年轻人从理解历史的过程中 从而思考 最终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呢 从年轻人之间的交流跟互相理解当中 寻求到共识 这是我们期望的未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 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 福建省委副书记罗东川等出席发布会并致辞 大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联恒先生后裔 两岸专家学者 出版界代表等约100人出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